中文交易 我们相反的强调的就是 中文交易或者华文交易就是越来越重要 有一定的商业的价值 尤其今天中国大陆 已经被公认成为世界第二个经济强国 马来西亚跟中国那种良好的关系 在贸易在各地里都有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两国世界的贸易 今天是高达了美金 竟要554亿 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广项 这个广项占了马来西亚的总贸易量的吨音声 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贸易量 跟所有以中文为主的国家 这也除了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香港等等 那么很简单的 马来西亚身为一个国家靠贸易和出口工业 成为国家的经济火车头 必须要高度的重视中文教育和文教育 这样简单的 我们不断的坚持这一点 所以这个肯定的告诉我们 说马来西亚的领导层在马来西亚 有一定的细节 有一定的敏感度 说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党经济火 第二中文越来越重要 所以必须要高度的重视中文教育在马来西亚 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强调这一点 我相信我们交易在这个国家未来的支持还是很认为 我还是有信心 种种的问题 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和解决